记者邱俊福台北报道 台北市信义区ATT四方大楼七楼的Electro夜店 今天凌晨一次因五尺太极引发推起冲突 双方人马在五尺互殴 一方二男一女受到不明刀戒攻击受伤 警方漏夜侦查 涉案三人稍早到案说明 其中林贤坦诚因不满对方偏我们的女伴太近才引爆冲突 他并持折叠刀捅人 警方说林等三人行凶后搭乘电梯离开现场 随后林南将捅人的折叠刀丢弃 经漏夜调阅监视器清查 锁定三人身份便透过策动 今晚八时许三人主动倒案 说明讯后将一伤害最嫌宋办 警方调查林贤这一方 今年凌晨约有十名男女一起到ATT四方大楼内 七楼的Electro夜店同一个包厢消费 根据夜店与目击者描述 共有林贤等三男殴打受害的二男一女 三男当中有人持不明刀借伤人 警方获报时正在该大楼的八楼夜店林检太远赶到时 发现伤者已在一楼 经消防救护人员紧急分别送往北一域中校医院救治 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